那么这两天紧张来了一批外国朋友 其中有13个外国朋友是小孙最崇拜的那种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骑着电驢子 这些哈利摩托车都特别的帅气吧 明天咱们的美国朋友就要骑着他们上路了 不过咱交警部门也说了 这样上路可不行 因为他们不符合规定 外国的机动车进入中国境内以后 他必须要颁发一个中国的临时行驶证和临时驾驶许可 为什么要之前给他们进行交通法规的教育呢 这是我们第90号令上的一条规定 就是外国驾驶员进入中国境内 如果要驾驶机动车的话 驾驶自己的机动车的话 那么要取得一个有效期最长为30天的机动车 一个临时驾驶许可 谢谢啊 谢谢 好 现在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了 明天他们就要踏上旅程了 再次让我们也祝他们一路顺风 在山东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假期 也希望这些美国朋友呢 能通过自己的哈雷机车 把咱们山东文化带到美国去广为传播啊 让美国朋友都知道山东的深厚的文化 同时小孙真的也很羡慕他们啊 等有一天有机会 也有钱了以后 也有上这么一辆漂亮的机车 我也一定骑着周游南部山区 多棒 来看今天的话题 让他今天的话题 感谢观看